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零度军舞,我是小杜 随着信息化作战的发展,单兵作战也成为了现代战争主要的趋势 也就是现代战争强调的特种作战 用更少的人力,更先进的装备来完成战略任务 那么美国和我国的单兵作战武器装备差距有多大呢? 一般单兵作战武器装备包含头盔、军服、军靴、手套、步枪、瞄准镜和夜视仪、后勤保障等 下面小杜和大家一起算算,这些装备一套究竟要多少钱? 首先是军服,美军特种兵军服有多种型号 其中迷彩多功能作战服是常见的军服 价值约500美元,军需约大约200美元左右 作战手套需要90美元,可以在滑降攀岩时保护双手 再加上350美元的军用饮水背包 420美元的模块化睡眠系统,也就是睡袋 单单穿戴服装就要花费1560美元左右 美军士兵一般使用的枪械是M16A2和M4步枪 基础版总价大约3000美元左右 而我国的解放军战士单边装备也不便宜 从军服到军靴,一套服装大概3000元 只要装备的950自动步枪成本大约5000人民币 防弹设备更是大头 绝大部分美军特种的标配为IOTV防弹衣 加上防护版的价格大约折合2000美元 号称可以承受在50米内AK自动步枪的直射 同时美军也配发有PSGT防弹头盔 大约在800美元左右 可以抵御手枪弹和部分角度的步枪子弹 美军头盔防弹衣总共18000人民币 同样的,我国特种部队也全面列装了凯夫拉头盔和13式战术背心 以及06式防弹衣 其性能等同于美军,总价7000人民币左右 除了以上这些还有最贵的信息化装备 其中美军方面仅单兵夜视仪就4000美元 还有MRT军用平板计算机和军用智能手机大约2万美元 以及单兵指挥系统穿墙探测仪 燃料电池,便携太阳能,后勤口粮等等 甚至现代化美军特种小队还配备了军用无人机 这些更是贵的吓人 相比于美军,解放军减少了相当部分信息化产品 也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单兵装备价格 其中820单兵夜视仪大约造价12000人民币 价格不算便宜 单兵装备的TBR-115战术电台大约为2000人民币 还有单兵激光测距仪,战术军用手机,后勤保障等等 据估算,16年解放军每名特种士兵的装备投入为33万人民币左右 同时期,美军各种单兵平均投入为20万美元左右 都可以在一些城市买套房了 不得不让人感态美军的财大气粗 单兵投入差距大的主要原因 是我国的军队人数多 所以军费人均下来比较低 不过从历史的战役来看 军队的战斗力不仅仅看装备 军队的素质,士兵的意志 以及指挥的聚会更加重要 感谢观看本期《零度军舞》 期待你的关注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在下面留言